大大紅球彈跳前進 就定位在台南異載精神 美國藝術家波希克 跟市長黃偉哲 一起雙手撐球擺POSE 二十八號試沖氣成功 因為二十九號開始到四月七號 為期十天紅球計畫 每天早上九點到晚上六點 出現在台南街頭 第一站選在這兒 遊客們上午來到風神廟 接官亭拍照 迎接大大紅球 跟古蹟完美融合 成為街頭大亮點 我覺得蠻有趣的 但是我當然也會擔心 就是古蹟的承受的程度 但是如果是有評估過的話 應該就是沒問題 蠻可愛的啊 很可愛 很大顆 有時間的話 我可能會每天追一下 追紅球活動開始 每天出沒位置都不同 二十九號在風神廟接官亭 三十號在永樂市場 三十一號來到台南公園念慈庭 接下來成功大學安平古堡 台南市美術館 還有新畫街議場等等 台南知名古蹟景點 都會有紅球現身 在歷史街區裡面 一方面跟這個東方的文化 跟我們的宮廟宗教文化 能夠互相撞擊 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跟我們的美食區 互相回應 美國藝術家 波希克爾二零零一年 發起紅球計畫 已經去過全球四十多個城市 掀起紅球旋風 再回來到文化古都台南 業者自製縮小版紅球 抓住機會搶商機 燦爛煙火點亮夜空 安平港的關係平台 仔細看遊艇上也有一顆紅球 白天放在碼頭 成為另類的紅球景點 逛景點吃美食 也搶搭上台南的觀光熱潮 三零星王少宇會是安台南不到